意想不到的,这套侦探片最让逼者侧目之处,并非是其剧情,却是另外两个地方。 第一就是本片的名字既然叫做《尼罗赫谋杀案》,再加上改编自经典名著,理应是不调子诚实的侦探片,但如今就眼前所见,全篇80%以上的场景,并非在真的尼罗赫上拍摄,而只是借用了英国的某些类似场景,再加上电脑特技拍摄而成。 游记得在去年11月上映的Netflix电影《红色通缉令》《Red Notice》里,戏中讲述三位主角为了夺宝,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,画面上的世界名胜,全非实景拍摄,却是借着栏目以电脑特技来合成,笔者当时便戏虐该片可称之为第一部元宇宙电影,其料如今电影公司将这个鬼欲伎俩进一步发扬光大,无疑有欺骗观众之嫌。 只见这个所谓尼罗赫谋杀案,戏中所有演员跟四周警务缺乏互动,特别那一场男女主角在当地名圣阿布·辛贝勒神殿阿布·辛贝勒神殿,阿布·辛贝勒 Temples,调请的戏分,其儿戏程度就让笔者忍缩不已,效果恍如高科技舞台剧,跟主题完全格格不入。 笔者从网上翻查资料,方知道本自2019年开进,但拍摄中途却遇上了这场世界性瘟疫,电影公司方出此下策。 只是笔者觉得,剧组大可以考虑暂时停拍,似事情告一段落后方才继续下去,那样总剩于如现在这样变成了活人动画电影,严重削弱了故事的实感,也让这场凶杀案变得幼稚且儿戏。 第二点最让笔者二万叹息之处,就是女主角Gal Gadot之表现,她自2017年的《神奇女侠》,Wonder Woman,一名惊人,让观众惊艳不已,但她却不懂得珍惜语意,揭拍了不少剧本糟糕的大制作,例如《神奇女侠》1984,《Wonder Woman》1984,《红色通缉令》,Red Notice,与基本片,一再打击观众对她的容忍度。 恐怕如此下去,她将会变成了当年的陈妍希,后者于2012年的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》的女孩爆红,一跃成为东南亚的首席电影女神,但可惜跟着却拍下不少烂片,匆匆十年过去,如今已经生成狼藉,有见于此,或许《神奇女侠》在收到丰厚片酬之时,也应该好好珍惜一下自己璀璨的心图。 说回电影本身,分上集一样,同样讲述在封闭环境下发生了连环凶杀案,男主角凭着蛛丝马基找出谁是凶手的经过,或许由于Agatha Christie的原著小说写于1937年,经过了70多年的时间,类似的套路已经被日后无数电影重复过,再加上笔者没有看过1978年的经典旧版本,如仅仅以本片的成绩来衡量, 就觉得很多日本作品,例如《假面酒店》、《Masquerade Hotel》或《检查狂人》、《Killing for the Prosecution》等支布局设计,远叫本片复杂严密了。 再加上如2017年的上集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、《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》,本片也是由男主角Kenneth Branagh所指导,明显拍得力不从心,除了不停以大量特写镜头来渲染自己的面部表情之外,全篇节奏却显得缓慢乏味,镜头呆板,剪接零碎,白白糟蹋了一个理因紧密精彩的凶杀故事。 以下影评内容,或许含有剧透成分,读者一多注意。 就剧情所见,可以猜想原著小说作家Agatha Christie花了无数心思去安排每一个角色与每一场的出入先后次序,再埋下各种浮现,与其营造个人间的恩怨情仇关系等,借此原善凶手的杀人动机与其过程,例如维系之讲述某角色绘画一幅画像,只用上绿色,镜也能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,于此便可见一般。 只是电影有一个最大的疑点,似乎导演及编剧没有做出充分的交代,变成了整个杀人计划最致命的破绽。 为何那个女人会肯定自己的闺蜜,定然对自己的男人一见钟情,不能自拔呢? 导演及编剧就懒得做任何的事先设定,例如交代男人之外形酷似闺蜜的初恋情人,特别是这位闺蜜是个怨人无数的上流社会名媛,而非十多岁的贫寒黄毛丫头。 或许是本片的导演,过度沉溺于拍摄自己面部的特写镜头,已经忘掉了应当铺排二人的见面经过,与即事后的交往过程,男人如何及各种手法,成功攫取妇女的芳心,就如韩国电影《夏女幼醉》,《The Handmaiden》,《钟金鸣喜》及《何正宇》的一段,那么便能够将整个凶杀过程弄得更加顺理成章,没有限下那么多杀屎了。 最后,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。请在YouTube上订阅、点赞、给予正评。谢谢。 ,谢谢。 ,谢谢。